网首一时三香 邀请您接下来收看热线十二 热线十二 今日关注黑龙江哈尔滨 严寿县看守所久而脱逃案 责任民警获刑 北京查处至今最大撕洼地下室案 四川广园一支疫苗迁出腐败窝案 江西同谷微信发文惹纠纷 屋主状告发布者 吉林浑春 八十二岁十荒老人的艰难结婚录 各位好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热线十二 我是圆圆 先进入今天的热线快报 昨天上午 哈尔滨市松北区人民法院 针对大家普遍关注的黑龙江省 严寿县看守所九二脱逃案件当中 责任民警的犯罪案件 进行了公开宣判 几名被告分别被判处了 三到六年的有期徒刑 我们来看一下具体情况 法院经审理查明 被告人张格群 系严寿县看守所所长 被告人范德岩 系严寿县看守所 主管预证工作的副所长 被告人张秀丽 系严寿县公安局 主管看守所工作的副局长 张格群擅自将看守所 值班巡视和监控 二岗合一 双人双岗 改为单人单岗 范德岩在值班被侵时睡觉 二被告人对已发现 值班民警段宝人 曾违规提审 在押人员 看守所存在警服警械 随意摆放等违规现象 疏于监管 张秀丽 未案规定 指挥看守所每月 不少于两次的安全大检查 致使2014年9月2号 被依法关押在看守所的 另案被告人 高玉伦 王大民 李海伟 将段宝人杀害后 逃出看守所 法院认为 被告人张格群 身为监管场所的负责人 违反规定 擅自决定 无权处理的事项 致使被依法关押的 三名人犯 杀害一名管教民警后 越狱逃跑 其行为 构成滥用职权罪 被告人 范德言 身为监管场所的 值班负责人 被告人 张秀丽 身为监管场所的 主管副局长 不履行职责义务 对工作 严重不负责任 致使被依法关押的 三名人犯 杀害一名管教民警后 越狱逃跑 其行为 均构成 玩忽职守罪 据此 根据各被告人 犯罪的事实 性质 情节 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 及认罪态度 法院作出判决 被告人张格群 犯滥用职权罪 判处有期徒刑六年 被告人范德言 张秀丽 犯玩忽职守罪 分别判处有期徒刑五年 和有期徒刑三年 被告人张格群 当庭未表示上诉 被告人范德言 张秀丽 当庭提出上诉 好 一来北京市开展了 针对撕挖地下室等 违建现象的专项整治行动 最近警方又发现了 一处隐秘的地下室 当事人李某 利用了五年的时间 在地下筑起了铜墙铁壁 最深的地方达十米 这也是目前警方查处的 面积最大的一处 撕挖的地下室 我们来看一下 2015年11月19号下午 记者跟随执法人员 来到位于北京市 东城区的一个小院 院子里摆满了 钢筋水泥等建筑材料 整个院子都被安上了 玻璃顶棚 南边屋子也从原本 一层的高度 加盖到了两层 然而更大的秘密 被藏在地下 这一处围建的是分地上 和地下两个部分 地上是165平方米 那地下的面积 现在出入测算 是不低于700平方米 我们来看一下 这边是一个地下室的入口 我们可以进到地下室里头 再去看一下 在地下室 通过微弱的灯光 记者看到地下室结构 属于错层结构 它自己说的 它是完全按照 这个车库的结构来做的 等于现在是刚坐了一半 还没有完工 如果说这个建成之后 一把辆汽车 就没有问题了 我们现在呢 是来到地下围建的第三层 从我现在站的这个位置 离地平面的距离呢 大概是8米6 那我们看到 这是一个在半施工状态的 一个工地 这边呢 还有混凝土搅拌机 小推车 那我们再往东看 这边有一个往东掏挖的 一个更深的面积 大概是200平米左右 里头已经充满了积水 第一个可能就是说 这个北京市下面是吧 浅层的地下室 这是第一种可能 还有可能有现在的下雨 是吧 它那个现在二层里边 还在那边坐 所以说下雨的时候 那个雨水 就是滴答滴答往下流 然后汇集到地下室 这个对身处 大概有一米多寸 执法人员介绍 开挖这个地下室 业主李某用了近五年的时间 施工方包括自己在内 没有任何人有合法资质 我们当时第一次检查的时候 有三四个工人正在挖 他也是用那个铁销和那个小推车 来出土 这个三层地下室 是完全是用人工 是一敲一敲给挖出来的 所以说它这个动静 比较小 比较以地 再往下挖的话 如果这个 就是对这个房屋自身的安全 和对周围居民的安全 都有这个潜在的危险 目前东城区各部门 正在制定回填方案 同时对周边院落房屋 开展安全检查 北京市东城区公安局 已经介入调查 好 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 杨延超律师 还有我们的特议评论员 陈黎庚老师 我们刚才看这个小院 表面上看 貌不惊人 但是地下是别有冬天 前些年都是往那个房顶上盖 加盖 现在是往地底下挖 这个更隐蔽 对 这种行为杨律师 他要承担什么法律责任 对 你看这个行为 确实是很严重 那个700多米 最高是10层 一个地下亡国 马上就要诞生了 但是它是严重违法的 实际上这个很多人 他有一个误区 以为说这个地上一层是我的 地下到地心 所有的领域都是我的 这种认识是不对的 不是这回事 对 因为地下的开工 也是要严格的履行 建筑规划方面的审批手续 你看它这种 就属于违法建筑 而且它这个违法建筑 客观上讲 给小区居民带来的 这个威胁是很严重的 它可能会导致 整个建筑物的这种 兼顾程度受到影响 包括挖那么深 有可能会导致排水 煤气等一系列安全因素的影响 所以你看相关部门 都已经介入了 所以他接下来 肯定是要面临处罚的 但我想的重点还在于 怎么样去恢复这个原状 把它赶紧重新填平 加固建筑物 当然这方面 相关部门一定会责令 他做这件事情 所产生的费用 也应当是他本人承担 我们看这是北京市 开展的一项专项行动 就针对这个司法地下室 为什么要集中力量 严查这种现象 程老师 其实从去年 德外瓦地下室这个案件 让大家特别关注以后 其实陆续还有类似的案件发生 当然这个是比较大的 它像是这样 因为现在北京这种建筑 很多人可能会在 自己的这样的一个 自己的范围里来做 这样一个事情 它这种危害性特别大 刚才杨律师也讲了 第一个就是安全上这种措施 因为它可能会对 房屋人员作成伤害 另外这样一个行为 还是对现在的 整个北京市的规划 和建筑跟法律的 一个特别的藐视 因为北京市整个的 这种建筑要有规划 和这种建筑的审计 都是有手续的 这是要有手续的 另外它在对于地下的 管线管网 它是不了解的 如果做 它这样一个施工 是没有经过备案以后 它是不知道 现在地下是什么情况的 所以它造成了 很大的一个隐患 另外这样的一个空间 它其实是一个 公共的也好 或者是大家的也好 你自己为了私利来做 所以其实是对现在这种 法律和秩序的一个 严重的破坏 所以我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个 专项的加大力度的打击和处罚 最重要的是 它是事关公共安全的事 所以这都不是小事 好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其他的消息 最近四川广源纪委 查处了一起 疾控系统的腐败窝案 疾控人员在购买疫苗 和销售疫苗的时候是回扣 而且基层的接种站 它也违规加价 目前涉案金额达到了510余万元 有30余人涉案 我们来看一下 今年年初 广源市纪委接到一封举报信 信中提供了 疾控中心原副主任刘某 利用分管疫苗采购之机 给供应商提供便利 从中收受贿赂等线索 市纪委随即开展调查 7月17号 刘某被正式立案审查 经调查 2010年以来 刘某利用分管疫苗采购之机 收受疫苗销售商 8人回扣 31万元 多次参加疫苗供应商组织的 免费旅用 而据刘某交代 当地市县疾控系统 多名干部 均存在收受贿赂的问题 甚至以主动提高疫苗 进价 加价部分作为额外回扣的方式 疯狂敛财 随着调查深入 截至9月30号 广源市疾控系统乌案 已涉及6个县区 涉及党员领导干部26人 在这起疫苗腐败乌案中 相关工作人员 是如何选择疫苗 违规进行提价 并从中获利的呢 是通过一些采访 包括查看一些相关的文件 发现了 因为其实这疫苗 它是一种很特殊的一种产品 那么它在储藏 保管运输的过程中呢 都会产生一定的费用 特别是有一些高原啊 山区这种偏远的地区 那么所以这位相关的文件呢 也规定就是说 这个价格呢 可以适当的有一个调整 有一个加价 但是呢 规定呢 说从省到市线呢 应该是不超过20% 那么到一些比较偏远的 这种基层的接种点呢 为了让这个价格能够可控呢 政府是规定了一个 每一种这个二级的疫苗呢 都应该是有一个最高的限价 那么在我这个调查过程中呢 我们是发现 其实在一些基层 这个疫苗加价的情况 因为有了一些这种自主权 所以我觉得是留下了一个这种灰色的真空地带 针对这起腐败物案暴露出的问题 四川省广元市也制定出台了 全市疫苗采购接种 规范性流程 目前呢我们是出台了一个权力运行 以监督同步同轨同向的一个机制 并且出台了关于进一步规范 第二类疫苗管理的规定 规范了足够的采购 要求严格执行四线两级 顺加价不超过15%至20%正式规定 在一些县区也实行鱼苗的定价四点 将鱼苗价格进行公式 自觉主动的接受老病的监督 这疫苗啊 关乎人民的这个身体健康 甚至是生命安全 如果说这个行业里出了腐败 那很可怕 不然会发生什么事情 杨律师怎么看 对 实际上这些官员也应该给他们打一个法律的疫苗 让他们不敢如此胆大妄为 实际上这个案件当中 相关人员实际上已经构成受贿罪了 不过它的受贿跟其他案件相比 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 就是它涉及到人们的生命财产安全 跟育苗有关 为什么提到这一点 因为我国刑法修正案9 对受贿罪有一个特别大的改变 就是以后受贿罪的量刑 不仅仅是看额度 重要的还是要看情节 看社会危害性 所以我想相关人员将面临的是法律的严惩 就是有些人面对这个利益的诱惑 怎么就老没有抵抗力呢 打这个法律疫苗 还要打这个防腐疫苗 好我们接着来看 在江西 江西童谷县的赵远青夫妇 都是地地道道的农民 从来没有用过微信 但是他们却打起了当地第一起 这个农民状告公众微信号的官司 我们来看一下 2015年5月 微信公众号 童谷学生时代 根据网友提供的消息 接连发布了 传说中的鬼灯笼 京县童谷县光明村 再次探秘童谷光明村鬼灯笼 揭开鬼灯笼谜团两篇文章 而其中的配图将光明村村民赵远青的房屋具体位置 用红色线圈做了标记 这两则消息的发布激起了网友的好奇心 短短几天阅读量突破一万次 而接下来的事情 也让赵远青一家既好奇又吃惊 微信疯传的光明村鬼灯笼鬼火事件 给赵远青一家人的生活 造成了极大的困扰 随着事件的传播 赵远青一家人受到的影响也随之增加 5月28号 专家实际查看和试验后得出结论 该现象系汽车灯光反射金属房门所致 结论出来大半个月之后 这场鬼灯笼风波才告一段落 但是鬼灯笼的风波带给赵远青一家的影响 却没有随之消失 事情发生后 赵远青夫妇也曾要求对方进行道歉 并赔偿经济上的损失 他就转发的给我 他说皮底道歉是不可能的 他说皮前的事也肯定更不可能 已经有许多人进行了围观 就是看 那么正因为如此 当地村民他们受到的困扰 就是说希望通过我们的自媒体 能够帮他们解决这样的问题 就是说解决一下 这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 然后呢 我们在这种情况下 因为进了实地考察之后 我们发布出去了 双方协商不成 2015年7月底 赵远青夫妇向江西省 铜骨县人民法院递交了诉讼 这个自然现象 虽然是自然现象 但你不能用这个 列带有这种迷信性质的这种图片 加上文字 把这个事情给迷信化 神化 让大家来关注这个事情 给我的当时能造成一个损失 8月18号 铜骨县人民法院巡回法庭 在温泉镇光明村 开庭审理此案 为当庭宣判 9月6号 铜骨县人民法院作出判决 被告卢某某 赔偿原告赵远青 黄华云 财产损失 精神抚慰金等各项损失 共计5000元 被告辽承微谷网络科技有钱公司 对该款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被告辽承微谷网络科技有钱公司 铜某某在其微信公众号 铜骨时代 原铜骨学生时代 刊登不少于100字的道歉声明 判决书送达后 双方当事人均未提出上诉 一户老实巴交的农家人 人家凭什么要受到这种骚扰呢 所以我们的自媒体 还有那些好事的探秘者 应该引以为戒 好 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热线故事 81岁的诗黄老人老韩 最近迎来了自己的黄昏恋 我们来看一下 2015年3月29日 在哈尔滨开往汉口的列车上 有一对特殊的情侣 81岁的老韩带着82岁的孙婆婆 打算回老家驻马店办理结婚登记 已经30多年没回家乡的老韩 为了一张结婚证踏上了归途 这张结婚证对于孙婆婆和她的家人来说 十分重要 但能不能办上结婚证 老韩还是有些顾虑 因为她根本没有户口 老韩来到吉林省浑春市光明街 已经20年了 但一直没有落户 生活上她和孙婆婆彼此关照 最终走到了一起 可老韩连个身份证都没有 这样其他人对二老的交往 难免会有非议 老韩一直是个单身汉 身边没有亲人 因为老韩左腿残疾 他一直靠拾荒为生 没有户口 老韩也没有无保待遇 因此在常人看来 孙婆婆要跟老韩生活 无疑是给女儿找到个负担 当时都说 哎呀你可别那个啥辣 你可别把老妈送那去 那简直就是糊口 他说他 他这简破烂 他能有啥 吃上顿没下顿 全来指着你们 对于他人的建议与看法 女儿赵桂花并没有想的太多 因为他了解母亲 以母亲倔强的性格 他改变不了母亲的想法 女儿赵桂花觉得 母亲要跟老韩一起生活 老韩就必须得有个正式身份 孙婆婆执意坚持 女儿赵桂花也无可奈何 只好顺从了母亲的意愿 但在旁人看来 他们接受了老韩 无疑是增添了自家的负担 赵桂花和他的丈夫都是普通工人 虽然目前能负担得起老韩的日常生活 但是考虑到老韩日后看病就医的问题 他们心里还是有些压力 完了打进之后 这啥整个什么都没有 完了腿又这样的事 以后怎么办 上医院怎么办 他没有身份 上医院都不收 如果老韩的户口问题解决了 可以办理医保 享受老年人福利待遇 如遇突发情况 也减轻了自家的压力 于是赵桂花开始帮老人申请落户 就给你办一个临时身份 临时户口 看能不能办 要是能办个临时户口 在这给你整一个低报 你是不是能享受国家待遇 上我们政府 上派出所 那你说这个帮不了 还得回他的原地 因为需要办理身份证 赵桂花跟老韩有了更多的接触 可是每当跟老韩聊到他的家乡时 他总是故意绕开话题 赵桂花也没再多问 老韩这样的态度 让赵桂花突然意识到 他们家对老韩了解并不是很多 因此他对老韩产生了怀疑 当赵桂花问及老韩身份证丢失的问题时 老韩只是含糊地告诉赵桂花 他的祖籍在河南驻马店 自己出来流浪多年 家里已经没有了亲人 赵桂花觉得老韩在故意隐瞒着什么 开始反对母亲和老韩的交往 女儿的反对并没有减弱 孙婆婆对老韩的热情 交往半年后 老韩的生活再度陷入了困境 本来患有残疾的腿 出现了严重的动伤 生活失去了自理能力 此时孙婆婆主动上门照顾老韩 以孙婆婆一己之力 也仅能帮助老韩做些日常琐事 需要去医院又成了难题 最终孙婆婆还是找到了女儿赵桂花 希望她能帮助老韩把动伤治好 第一次踏进老韩的家门时 让赵桂花百感交集 这是老韩去年的住所 赵桂花来到这里后 她难以接受 让母亲跟着老韩生活 她想劝阻母亲 但又觉得老韩身边 的确需要一个人来照顾 母亲对老韩的帮助 让赵桂花深有感触 她也慢慢地改变了对老韩的看法 对老韩产生了同情 开始主动去帮助老韩 我就是纯是为我母亲去的 这是真的 我完全没有说我母亲既然愿意 那我就去吧 然后我就把我家回来之后 我就把我家的锅耳瓢盆 电放过电炒过 然后背后入了 我就统统地给她从我家拿走 拿出去的 赵桂花偷偷地打听 母亲和老韩是如何相识 母亲孙婆婆知道这个情况后 怕女儿反对她和老韩交往 还有意无意地偏袒老韩 现在我母亲就是唬隆我 骗我 说那个房子是他的 他有个房子住 怎么怎么地的 他没有儿女女挺好的 就这样他没有负担 据周围邻居反映 老韩是早些年 从河南过来打工的泥瓦匠 后来在附近收废品拾荒 即便是老韩和母亲不在一起 日后身份证对于老韩来说 也十分重要 赵桂花觉得 她有必要和老韩好好谈谈 我就跟她细说 我说你这个必须得办 我说因为你岁数大了 以后有些时候 你还得住个院了 或者是有一天你不行 还得上什么病院了 这些都需要证明的 我说我不能给你扔在外头 因为我也不是那人 我也做不到那点 赵桂花直言不讳地告诉老韩 如果有了身份证 老韩和他母亲就能领结婚证 他们也能名正言顺地 把老韩纳为家人 咱得考虑这个 你说你们有什么身份都没有 我怎么证明 我怎么能去照顾你 你问我你们什么关系 我怎么说 赵桂花的真诚打动了老韩 他也意识到了 未来可能要面临的问题 当下最重要的是要办理身份证 但是老韩能不能找到亲人 还是个未知 老韩告诉赵桂花 他的老家在河南住马店 家中还有两个弟弟 为了老人的身份证 赵桂花四处奔走 在公安系统中 也没有查询到老人的任何信息 自己有姓名 家中又有亲人 八十多岁的老人 怎么会没了户口 是漏灯了 还是其他原因 赵桂花追问时 老韩犹犹豫豫地说 他已经三十多年没回家了 老韩说 他来浑春已经二十年了 之前在黑龙江七台河市 一直在做泥瓦匠 来浑春时 他已经年过六旬 因为行动不便 干了几年也就退休的 退休之后 他也没有别的能力 只能靠拾荒来维持生计 我这一把骨头 那你没办法了 你没啥能带了 还有啥能带 有能带 能出来打工吗 能去捡破烂吗 你必须得吃饭 老韩说 不回家的原因 主要是因为 身体落下了残疾 行动不便 老韩觉得 自己活得很狼狈 也没脸面再回去 我这个腿 那时候我说吧 哪有二十转力 到处都是学的 给那个油气道 那个油气道 本人就下载小学来 它花吧 早在1981年7月3日 他带着由老乡组成的建筑队 去了黑龙江省七台河市干建筑 临近冲结市工地停工 但他们的工资 却迟迟未能发放 作为带头人 老韩筹了些路费 安排工友回家过年 自己留在七台河市 索要工资 我年轻人 谁不需要让回家呀 对不对 你白白是 是第一次工啊 你是藏区一工 你也想回家看看 对不对 就这样无毒流气 把无毒跑了 没人人家走了 人家都走了 那你啥 那苦天无泪啊 第二年春天 老韩的建筑队解散了 更为不幸的是 在一次要账的途中 他摔坏了左腿 当时通信并不发达 家人也不知道老韩的情况 一直消沉的他 逐渐走向了绝望 淡化了回家的想法 那你有点回家嘛 人家这么想回家了高高性的 去和孩子老婆又给他爹他妈的 你这没有想 你怎么回家 你怎么做菜 你就是到家了 你怎么反话 老韩觉得自己应该走得越远越好 后来便来到边境 吉林省浑春市扎了根 出门这几十年间 老韩再也没有和家人联系过 不是不想回家 我回家还没啥意思 就在这 你知道吧 有啥意思 我第一个 我家 我个个没有后代 再一个 我出来也没啥工 老人时 我又没在家 你不要 我觉得 到家 也是难心 就这样 老韩在英安镇光明街上 一住就是二十年 等待着孤独终老 可他没想到 在垂暮之年 还能收获一场爱情 为了登记结婚 老韩需要回家办理身份证 在赵桂花的帮助下 老韩找到了 试炼三十多年的弟弟 韩采俊 踏上了回乡之路 我说一定今年就给你找到家人 我必须给你找 从老韩那儿赵桂花得到一些信息 他的弟弟名叫韩采俊 同时还有老韩给的老家的地址 河南省汝南县水屯公社 虎张庄生产大队 可是派出所民警并没有查到 户籍陆入地有这个地名 但是根据老人提供的名字 韩采俊 民警查到了户籍信息 老韩的记忆是在几十年前 很有可能当地行政区域 因改制而重新命名 派出所向赵桂花提供了 韩采俊的户籍信息 以及其户籍所在地派出所的电话 虽然看似有了眉目 但是希望再次落空 赵桂花按照地址 记得挂号信却被退回 因为没有身份证 带着老人回驻马店寻亲的计划 也就此破灭 赵桂花一边在网上发帖子 一边打算 向电视台寻求帮助 接下来我就是要上周遥电台 我就给等着我电视打电话 寻亲期间 赵桂花无意间 在他持续发帖的一个网站上 找到了有效信息 他发现在水屯镇 有一家面粉厂 也在这个网站上注册过 上面留有企业老板的电话号码 抱着试一试的心态 赵桂花打通了这个电话 经过几天的等待 对方传来了消息 原来赵桂花联系的 那个面粉厂的老板 和老韩的弟弟韩采俊 是同村邻居 赵桂花把这个消息告诉老韩时 老人还将信将疑 绝了我就告诉他们 我说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今天2月2 我说好 这个可是天大的好消息 我说你的家人 我给你找到了 2015年农历2月初三 春节喜庆祥和的气氛尚未退去 老韩终于听到了 时隔34年的香音 和亲人通话之后 老人再也掩饰不住 内心的激动 当时我看着眼圈红的 就听那个啥的 最后赵桂花与老韩的亲属们 约定了见面时间 隔断30多年的续脉亲情 终于有了联系 老韩根本不会想到 这辈子还能回家 他也记不清 具体从何时起 再也没有了回家的念头 在赵桂花看来 老韩30多年不回家 心里定有他解不开的心结 老韩这个户口为什么没了 因为他离开家太长了 30多年了 就按照失踪人员就给注销了 杨律师像这种情况 他还能恢复吗 这个户口 对户口很重要 他能恢复 而且一定可以恢复 不会让他证明你是你 对 这里面要证明他自己 法律是有一套程序的 实际上严格来说 一个人失踪 不能马上的把人家的户口就注销掉 他要去履行一定的程序 比如说法律上典型的就是四年 失踪四年宣告死亡 如果说有这样的程序 那么相关的公安派出所等机构 就会把他的户口注销 当然老韩回去就面临一个问题 要证明我是我 但这个是我想可以证明的 他可以通过自己的描述 亲人的证据 以及相关的一系列的证据 最后由法院或者相关部门 出这样的一个裁决 他就是老韩 那么拿着这样的一个证明 到派出所再重新恢复他的户口 因为他接下来所有的养老都要有户律制度 老韩这个户口能不能恢复 能不能顺利领到结婚证 明天的节目里我们会继续说 在这我觉得必须先夸夸这闺女 真是挺可爱的 程康尔您怎么看 他其实一开始有一些顾虑 我觉得他这个顾虑是可以理解的 因为这样一个老人又不了解情况 来和他们家的人在一块 然后他在这过程当中 其实他也很诚心的来去寻找 来帮助老韩 我觉得这个当中还表现 比如老韩是因为当时的这样的一个特殊的情形 然后就没有跟家人联系 但是到现在这个年龄 他和这个孙婆婆他们之间的这种感情 还有现在生活当中的这样一个处境 其实这个赵女士看到了 我觉得生活当中要都像这个赵女士 像这个闺女这么为人着想 替家里人着想这么热心地帮人办事 生活当中很多的问题我觉得就都结结了 就会少了好多毛对 所以我觉得还是要做好人 这个我们觉得诚信 这个善良是人的本质 老韩失恋三十四年之后 与家人团聚 婚礼上揭开谜底 回乡路上有一笔良心斩 我爸爸说我没回来 背负着良心与自责 八旬老人再度远走他乡 我的新娘八十二下集 回不去的家乡热线十二明日播出 感谢观看 ش Fox